那则是想要偷廟了 两个咽读前科的男子 潜进了基隆一间庙想偷东西 结果刚好碰上警方盘查 大街上面当街的上演警察抓小偷 这小偷跑得气喘吁吁 差点气都断 深夜里大街上演警察抓小偷的情节 只见这名窃贼把腿就跑 连鞋子都整个飞掉 一路跑给警察追 从庙口骑楼追到大马路 在钻到小巷里 还把一旁机车统统推倒 前面跑的体力透支 只好乖乖就逮 被抓到时候还腿软 走路跌跌撞撞 模样十分狼狈 这名餐饮嫌犯 伙同另一名友人 潜入基隆庆安宫行窃 同伙在外头把风 觉得无聊还不停探头探脑 不过才刚走出寺庙 就遇上警方盘查栏检 进来寺庙里面偷东西还在看报纸 真的我觉得还遗伞 什么都在偷 就觉得真的 真的用两个字可以形容他就笨贼 而警方从嫌犯身上 只收出一台偷来的相机 庙方也表示 庙里的钱财都没有遭窃 两名笨贼一脸悠哉 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 还在柜台看报纸 偷窃的行径 让人酷笑不得 中文新闻 陈世勇 基隆报道